我们接上去和把它说完 这个四合院的西北角啊 还有个后院 取静同幽 它非常感觉好 虽然人平时没有 越是没人 再感觉越是清幽一些 当然到晚上的话 可能稍微那个 其实那没多大 西北角 就是总经理办公室 再怎么样 有这么个地方 也是找人看过来的 西北为前卫嘛 为老板嘛 大院 中间还摆着几个大缸 所谓明堂城水 也找了很多人看过 但是好像还是有点问题 大多数风水线上 都是半雕子 我们空闲的时候 在院里玩 最奇葩的一个是 院很大 我们从这边跑到那边 曾经练身体的时候 有四个腿 现在有人这样在练 着地 那那时候年轻 居然玩到 发现四个腿 跑起来 一点不比两个腿慢 而且一点都不累 这是练身体的一种方法 他不都说是从动物变来的吗 但你走的时候 你要注意了 先卖脚 后卖手 才不累 正挂为脚 你不动脚就不要动前手 前爪 虽然也是爪 落地就叫爪 完全感觉不一样 而且不要顺品 卖完右脚就卖左手 这样才对 虽然腿长一点 但是只要前长 稍微就上一下力 就可以跑起来 现在不行了 你看那个狼孩从小就 都是一样的小孩 在那种环境下 他就什么都会了 但人的东西 他反而不会了 甚至身上还长了一些毛 我们 说到哪了啊 这个延伸一些 有趣的事 你看这个动物啊 你会发现 所有动物 脊柱没有直上直下的 都是 纬度的通 从来没有 天地上下的通 这个经啊 要比纬还重要 我们的儒家也好 道家也好 都叫经 先经而后为 甚至很多为书 坦白的叫为书 但是推而求其次 只做一些补充 不用 所以只有人 能同天地之气 动物 这样画画 他练的更多的是 这个内在的五脏六腑 身体 体魄 你会发现动物 各有各的特长 一生起来 动了动 你就会动了 就动物了 那人 在强暴里 总要好好的养 你不教他 什么都不会 动物都天然的 有的三两分钟 都会了 然后 后边的一些东西 很快 也都会了 他这个四个腿的时候是 五脏六腑 强烈的在运动 你看发现动物很少生病 几乎不生病 打几个滚 在泥里 我吃这草 就好了 那很奇怪 但是就是这样 我们这个 太绝了 叫良心网易 有回都好 那个老板也很启发 为曾老师搞得 脑子还是不够 那么太灵货 老想当那条龙 但是他又不是 又当不成不乡 假装的 又考试 五千 两天 打击